1月7号 京哈高铁北京至成德段开始按照列车运行图进行按图试运行 京哈高铁进入全线开通运营倒计时 随着高55301次试验列车驶出 京哈高铁北京至成德段开始按图试运行 京哈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主通道之一 京哈京港澳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京沈段沈阳至成德已于2018年12月29号开通 即将通车的北京至成德段全长192公里 正线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 自北京朝阳站引出 途经北京市朝阳区 顺义区 昌平区 怀柔区 密运区 进入河北省成德市 京哈高铁北京至成德段开通运营后 北京至沈阳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5小时 北京 辽宁 吉林 黑龙江将川点成线 助力东北融入全国铁路网快车道 将行程进出东北地区 又以快速通道 随着京哈高铁即将全线通车 CR400AFG型复兴号高寒动车组列车也全新亮相 这款能在零下40度低温的条件下还能正常飞驰的动车组有什么抗动秘诀呢 这款新型时速350公里复兴号高寒动车组采用了自动化防冻结功能制动 覆盖防寒材料的公排水管等技术设备 是目前在东北地区使用的高寒动车组的升级版 可适应零下40摄氏度的运行环境 动车组在高寒地方运行的时候有积雪 积雪会附着在制动夹前上造成制动的有效率降低 或者是无法进行有效的制动 在制动夹前及控制方面进行了优化 列车的神经系统由数百组开关组成 新型高寒动车组采用了特殊的低温控制开关 列车头罩增加了密封功能 水系统增加了半热系统 列车的水箱 污物箱 水管路穿上了厚厚的棉衣 棉衣中间有电半热线 水箱底部还增加了小电炉 天寒地冻依旧可以保持活力